我想這個禮拜應該大家可能有接到一些消息 那因為過去這幾個月以來其實都是一直在準備連任 所以陸陸續續也都有很多我們友軍的朋友 民進黨的朋友其實也都公開了相挺 那黨中央也都對我們非常的支持 所以在這個禮拜開始有一些 是不是林昌佐居然好像有可能沒有要選連任的這個消息出來 那先跟大家講一下抱歉 在前幾天我沒有辦法真的去回應這個問題 因為這個事情是這個禮拜一才臨時發生的 那也是家人的健康因素 那這其實是已經兩年多前就有發現有這個罕見疾病 那但是定期的最終是這個禮拜一 那對我們家人來講 這也不是一個讓出期待的一個最好的一個結果 所以最後在這個禮拜反覆的思考 那也很感謝選務的高層黨政的高層 其實在這個過程裡面也是非常的希望說是不是還有轉圜的機會 那但是因為這是一個關鍵的決定 我還是必須選擇希望可以放慢角度 那有機會有時間可以多陪家人 那這個是這個禮拜沒有辦法稍早的時候就回應有些媒體來問的原因 那但是過去這幾個月以來我想大家也知道說我們都在準備這個連任的工作 所以有很多的工作在這個準備過程裡面也開始慢慢的建立許多新的這些組織啦服務的站點 因為我們中正萬華在去年的基層選舉其實相對來講是選的比較好 台北好像只有我們這邊是這個禮長的選舉是藍調綠上 那在這個過程裡面我們本來就已經開始這個整理了很多新的這個服務站點 過去比較封閉的這些社區我們好不容易有機會可以來在那邊這個設立部署開始有組織跟里長合作來為這個選民服務 所以我們這些工作都還是會造就會繼續來進行 那另外當然有一些朋友比較擔心的是說林昌左不選了會不會說這個地方就變成這個又退到以前的板塊走回頭路 我想這個是不會因為我2016在選舉的時候那個時候就是希望藉由一個新的想法新的人選 新的策略能夠跟選民跟關心這塊土地願景的人們可以有一個新的溝通的機會 那來去鬆動這個板塊2016參選的時候是這樣想我想現在有這個交棒的機會 我也相信一樣的這個做法跟想法也可以再繼續鬆動這個板塊 那讓這個地方可以繼續前進 所以我認為只要有好的人選好的策略 那我們持續往同樣的這個國家的願景來邁進 這個地方只會越來越好而已 所以我非常的相信也非常的期待 接著我可以全力的這個來扶選新的立委選人 但是這個其實任期還有一年還有將近一年 所以那個結束不是說明天就不用來上班 所以我們在立法院的工作崗位上面還是一樣兢兢業業 林昌左的服務團隊一樣我們服務的精神服務的熱忱都不會打折 那也很期待以後不管在哪個崗位上面 讓台灣成為一個正常有尊嚴的國家讓這個社會美麗公平 那希望台灣可以擁有一個有尊嚴的公平的一個國際的空間 這個大概我不管在哪個崗位這永遠都是我的目標跟願景 大家一起加油謝謝